嗨,我是Shen 如影片包地所見 先讓我逃到印尼 我現在拍攝影片的當下呢,是我中國型兩支影片 上傳後的兩個禮拜多 這中間呢,受到非常多人的謾罵 當然很多理性的人,也有很多對我家要打氣的人 啊,謝謝 在這邊罵我的人呢也不少 然後,很多的新聞媒體在報導的時候 也會標記我,底下的留言呢也會標記我 然後我覺得演算法已經預判 我會對這些內容有興趣 所以我打開任何社群平台呢 都會看到有人在罵我 這幾天呢,就是處於一個非常內耗的狀態 這些罵我的人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沒有看完完整的影片 再來,他對我這個人呢 不是很了解,或是可能已經 對我產生了討厭的情緒 當他們在罵我的時候,我知道我在做什麼 我覺得我很無辜被這些人罵 我到底做做什麼事情啊? 你要去頂著發言欸,我就... OK,我看到了 發這些情緒呢,後面先跟大家分享 我這幾天呢,就是無止境的在內耗 啊這個內耗呢,真的已經是 嚴重影響到我的生活 我之前睡覺,我會突然起床 然後冒冷汗,然後想說 誰在罵我了,誰又在罵我 深圳壓倒的最後一根稻草呢,是我前幾天在逛街的時候 然後就有一個人呢 看似是大學生,他在對街呢 看到我,直接大喊我 諸國美人 雖然他的朋友有制止,他說白痴我不要鬧 可是對我呢,已經造成了傷害 我是覺得,滿幽默的啦 不管怎麼樣,至少他認可我是美人 那因為我對我自己呢,非常熟了 我知道我現在如果一直處在台灣啊,我會受不了 我一定會無止境的內好 然後走在路上,旁邊的路人呢,可能只是這樣看我一下 我就會覺得,他是不是會瞪我 他是不是偏激台派分子 所以我必須得離開,然後看了一下我戶頭 嗯,錢還夠,還可以花 雖然還是有一個體驗的嘛,我就決定這一次跑出國 OK,廢話不多說 這一次要去的國家呢,是印度尼西亞 也就是,達尼小姐的國家 那我通常呢,只要第一次到訪一個國家 基本上就是玩他們的首都 印尼的首都呢,是雅加達 因為我以前對印尼不熟悉,達尼以前在我們家工作的時候 就是他說,欸,你們印尼的首都是什麼 他說,雅加達菜,雅加達 我那時候聽不懂,他就跟我說,喔他們的 那個,首都啊,很發達,很漂亮 叫我有機會一定要去看看,東西很好吃 今天,喔,隔了這麼久 終於,也算是給了我自己一個機會 可以到訪這個國家去看看 讓我們一起出發去,印度尼西亞 經理呢,也準備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有些ODD,接著ODD呢 就只有一個,不然會打擾 我是no more person,我是no more person 這樣子我也比較舒服 那廢話不多說,原地出門 好的,前面們,我現在已經到了雅加達的國際機場 已出關,嗨 正在拍影片中,可以啊 你們怎麼會來印尼玩 出差,要工作 那想說印尼很冷門耶 雅加達超冷門的,大家都去巴厘島 是的 我們再加一個,加一個快點 耶,工作順利 工作順利,工作順利 拜拜,我後天就走了 前陣子是去中國,對不對 對,對,對 上海跟北京也滿好玩的 加油,拜拜 好,來,我剛剛想到哪裡,直接被打斷 現在印尼呢,30度,然後是標示下雨天 所以我看現在外面天氣非常好 印尼尼尼亞的機場外面 我叫了Grab 我看到他了,嗨 請大家離開 在東南亞呢,就是去哪裡都叫Grab 是最划算的 嗨 請問你哪裡 明顯中 因為剛剛呢,那個 飯店櫃子在發上的事 Vlogger 他就非常非常的用心給我介紹 感覺好像有 升級我的房間 好,我看一下 我開始到囉 發瘋,發瘋,姐妹發瘋 姐妹們大發瘋 我這邊是Vogue 霜 姐妹們這個大發瘋 我這個大發瘋,來,燈先打開 我帶大家一起開箱 我這一次住住的印度尼斯亞酒店 新鎮套房感 Oh my god 一進門,旁邊有一個 置物櫃鞋櫃空間 這邊呢,是一個廚房的概念 霸臺區 然後下面呢,是 鍋碗瓢盆 可以下廚 轉過來,這裡是兩個電磁爐 一個大一個小 吐司機 然後,這邊應該有一些 餐具 好棒喔 謝謝這間飯店 欸 幫我宣傳一下 感恩的心,感恩的心 一進來我的房間 Oh my god 一張大床 嗨,印度尼斯亞 哇 唯美唯美 這就是我這次入住的房間 來看一下廁所 哇 廁所的部分 在 床的旁邊 這裡呢,就是一個 我覺得就是行政套房感 牙刷牙膏 懸在半空中的馬桶 哇 洗澡的地方很大耶 哇 它浴室很大耶 打在裡面的燈 先給鍋 忘了補充,它這裡還有一個 微波爐 可以去便利商店買東西 回來這邊用 加熱 當宵夜 下面呢 有一台 冰箱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我這個房型呢 長這樣子 然後位在他們的印尼市中心 價格包含稅 一天晚上換算下來 是2800塊台幣 然後因為這個禮拜呢 我在台灣其實睡得也沒有很好 很常睡到一半 突然就 起來 做夢,然後驚醒 剛剛一到飯店一下達 我的那個睡意就來了 所以我打算 睡個午覺 歡迎年輕 起床我再看要去哪裡 再分享給大家 就這樣 好了,見面們 起床了 我剛剛睡了差不多兩個小時 因為睡得太好了 然後隱約呢 就聽到好像有人按我的門鈴 我就以為 欸,應該是我在做夢 結果櫃台就打電話來 他說 Mr. Ken, everything is okay 我說 It's good, it's good 然後我就忙起床了 來到國外呢 剛剛搞了一杯 沒錯,抹茶奶霜 但這一次沒有加咖啡 因為我怕等一下晚上睡不著 只有換杏仁奶 然後 上面的奶油 哇哦 這個 然後 這個 鴨 鴨 謝謝 天啊他們這邊的錢 我真的搞不懂 他剛剛說六萬三印尼頓 然後給他十萬 然後我自己不知道 我以為這是一萬 然後就再拿一個五萬給他 然後結果他就說 喔,太多了 好,跟大家分享這一餐 炸多 其實有一些我根本不知道是什麼 我這樣子的菜色喔 六萬三印尼頓 換算台幣呢是一百二十七塊 出出看 他的白飯 嗯 嗯 他白飯是粒粒分泌的那一種 跟台灣是誰還很像的 吃吃看他們的滷蛋 跟台灣的也好像 滿好吃的 然後因為印尼很多的人 是姓穆斯林 他們是不吃豬肉的 我剛剛看到這道菜是啊 長得很像豬肉 但我知道天天餐店應該不會有豬肉 我不知道是什麼,吃吃看 不難吃 很像台灣的發糕 然後料理過的 把它變成一道菜的那種感覺 蔥蛋 很大顆 我要查一下好吃的 印尼花怎麼講 最近好好吃 LIZA LIZA 好吃 L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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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喔 這一餐廳好好吃喔 我旁邊那一桌呢 很快樂 我一進來他們就在玩牛市 感覺像是工作結束下班的 公司聚集 不喜歡喔 不喜歡喔 我覺得旅行就是這樣子 闖入當地人所謂的日常 我每次旅遊啊 不僅可以初步的真正了解這個國家 也可以療癒一下自己 我覺得這就是我自己 旅遊下來的陣地 來玩吃 啊前面這個呢是因為 真的不是我的菜品 所以盡量吃一點的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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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清新裝清新裝 接著我在印度尼斯亞 的第二天 剛剛起床呢 整個打扮好了 窗裡打開來 發現 現在外面呢是 正在下毛毛雨 相機可能拍不太出來 剛剛呢是非常非常大雨 現在呢 雨變小了一點 我等一下看準時機呢 就準備出門 因為我昨天也有稍微 安排了一下 我今天要去的景點 很少啦 就是只想看一些 我想看的 然後每個人來印尼呢 都可以成為百萬富翁 我這次來印尼呢 換了兩百萬的印尼盾 等同於台幣差不多 四千塊 我想說四千塊 應該可以花完 因為已經換得夠少了 然後發現他有些地方 沒有在收現金 我不知道是因為 找錢太難找還怎麼樣 像我昨天買星巴克 星巴克喔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那一件紀念的關係 他就說 他們不收現金 只能接受CredyCar 跟他有個條馬給掃 我不知道那什麼 我也不會用 我就是刷卡 還要付海外手續費 沒關係 當作紀念幣 好跟大家講一下 印尼呢是 小費國家 等一下他要幫我打掃房間嗎 我上網查啦 是可以給兩萬塊 到五萬塊之間不等 兩萬塊換算台幣 差不多四十塊 五萬塊呢 換算台幣差不多一百塊 OK 差不多說 東西拿來拿 準備出門 嗨 叫了一個摩托計程車 哇 濕了 這裡要戴安全帽喔 我的天啊 替補車 耶 出發 下屬 有酒 嗨 哈哈哈 沒錯 現在背後的呢 就是 來亞加達必來的觀光景點 這邊是印尼的獨立廣場 然後這一根呢 是他們的國家紀念塔 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 印尼呢曾經被荷蘭跟日本統治過 殖民過 荷蘭呢是統治最久的 統治的時間呢是從17世紀初期到20世紀初期 大約350年 而日本統治期間呢是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從1942年到1945年大約三年半 它真的好高 巨高 肉眼看起來很壯觀 相機拍不太出來 然後這個故事的結局呢 最後就是印尼擺脫了日本跟荷蘭的統治 印尼呢就在1945年宣布獨立 宣布獨立後呢他們就建了這個塔 在1975年建成 到後來呢才有印度尼西亞這個國家 這根塔呢就象徵著他們獨立以及自由的意義 好來Gothic Feature證明我來過 可惜姊妹們 我本來是要去後面這個景點 它名字叫做伊斯蒂克拉爾清真寺 是全東南亞最大的清真寺 它裡面是免費可以參觀啦 因為這個清真寺很有意義 它是印尼獨立後才興建的 但是剛剛進去 它說他們現在裡面在禮拜沒有對外開放 辛苦 大家對面呢有一個逛逛景點也可以逛 這個教堂也很有名耶 它叫做雅加達聖母升天主教座堂 新歌德式風格 興建於1891年到1901年 你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去博物館 在哪裡 我們有司機送我們你要不要去 博物館我還好還好 沒關係謝謝你 遇到一個中國人 他們人很好 因為他們剛也是要去那個什麼清真寺 然後發現你們沒開啦 他就問我要不要一起跟他們去博物館 博物館行程我沒有興趣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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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從哪裡來 台灣 喔 台灣 非常好 謝謝你 嗨 台灣 台灣 耶 禮拜託 禮拜託 遇到這種狀況 起碼現在沒有下雨 Oh my god 邊走呢就跟大家邊聊 大家知道印尼呢其實是全世界第四大人口多的國家嗎 他們的總人口呢已經快要來到2.8億 然後印尼呢同時也是海外華人華僑最多的國家 據官方統計呢超過一千萬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一個資訊 這個資訊呢是我昨天要查我明天也就是今天要去哪裡 在做功課的時候發現的我平常在台灣我真的不會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旅遊 我到當地 Oh my god 我才知道這件事情是Big news 印尼呢它其實很大 它是有1萬7千多個大小島嶼所組成 都是屬於印尼的領土 那我現在所在地是在他們的首都雅加達嘛 那雅加達呢就是在他們的爪哇島上 202年呢1月18號印尼通過了一個遷都的法案 就是現在的首都叫雅加達 但以後他們的首都不是雅加達 他們要遷到另外一個島嶼 遷都到佛羅洲島 然後新首都的名字呢會叫做東加里曼旦 那大家就想說為什麼印尼政府要遷都 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為氣候變遷 因為新聞寫說根據科學家預估到2050年以前 北雅加達就有約95%的都會會沉沒 成了全世界下沉最快的城市 給大家看一下張照片 這個是新聞畫面 它是2021年2月淹水的雅加達 這個真的是一個大消息 就是因為旅遊我才會知道 這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課題 在那邊呢就祝福印尼遷都成功 Oh my god 終於走到他們的舊城區了 要拍照 Yeah Oh my god 姐妹們下雨了下雨了 先跑先跑 Hi OK OK 他很想跟我拍照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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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iful Beautiful 沒關係 欸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要跟我拍照 下大雨了 看到旁邊有一個人一直跟我招手 好 啊 知道我進去了 這邊看似是一條美食街道 在這邊吃個晚餐好了 哇 這下雨天現在 學生們進來躲雨了 買了一杯 OK Hi WOW 我在這邊變成大吼了 一 二 三 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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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WOW 如果有印尼的朋友可以幫我解讀一下這是什麼行為嗎 就是怎麼有很多印尼的朋友會想要跟外國人拍照 因為印尼也是非常多華人啊 Oh my god 被大批學生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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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YouTube 被大批學生 包圍 然後這是教授 他們的教授 What's your name 我叫Asu Asu Asu Nice to meet you This is my first time come to your country Indonesia Very nice Very nice Fool very good Send to YouTube Send to YouTube OK YouTube Send to YouTube Subscribe Thank you Subscribe Thank you So cute How old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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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24 Oh Yeah Hi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我現在就在這樣的情境下呢來拍一下開箱 這是他們的 You know what's least Asicoreng Asicoreng Grab Tea How much How much How much 好吃 You guys know a bubble milk tea Yeah It's also from Taiwan Yeah You guys try before yeah You like it Yeah Oh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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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My session is Tashir 台灣人 Who Jolene Jolene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妳可不可以叫一下妳的同學 不要再圍著我了 你害羞 我會害羞 對 欸但是客氣的說客氣的說 對不對 帥 安帥 謝謝謝謝 印尼人很熱情 謝謝 By the way 題外話 我點這個飯呢非常好吃 很像是台灣的炒飯 然後炒重鮮的版本 因為我本人很喜歡吃重鮮 所以這個是剛好很符合我胃口 那我剛剛點了一個他推薦的飲料 看起來很像珍珠奶茶 喝喝看 喔它的奶很像五十蘭的奶茶 奶是對的 但珍珠不對 珍珠硬爆 旅行就是會這樣子遇到各式各樣的人 我這次旅行呢 本來就是打算想說 喔就好來國外休息一下 沒想到會遇到這麼熱情的朋友們 我只能說是有感動 謝謝 謝謝 掰掰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呀 到飯店了 然後也洗完澡了 但今天不知道吃了什麼 臉直接來個過敏 晚上時間 也是彈心時間 首先先感謝 印度尼西亞這個地方 這次來旅行呢 確實是來對了 有療癒到 那最後就來跟大家好好聊 中國行這個事件 我後期的影片呢 都在跟大家分享 生來是為了體驗的 我剛看了一下 我自己一個人呢 撇除台灣 我已經一個人走訪了18個國家 我自己一個人旅行下來 有一些體驗 所以印象深刻的就是 柬埔寨行跟印度行 這兩個國家的獨履 它讓我領悟到一些事情 我去這兩個國家之前呢 我對於這兩個國家的想法 是偏負面的 這兩個國家偏危險 但是我一去之後 我發現它想像中 跟我不太一樣 跟我在報章雜誌上面 看到的完全不一樣 所以 我的旅行體驗告訴我 如果我要評論一個地方 我要評論一個國家 我至少要實際到訪過 我才有資格去評論 那因為 有這樣子的旅行體驗 我對於中國這個國家 非常好奇 我就有生來是為了體驗的 你不可能要求我這輩子不去中國 你不可能要求我這輩子 可以去任何國家旅遊 就是不去中國 一個人基本上可以過80歲 你覺得這種事情有可能發生嗎 我對於中國的想像 起初就是 中國雖然發達 但貧富差距很大 那裡沒有民主 沒有自由 人民還沒有素質 不能談論政治 在公眾場合如果談政治 你會被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這是我在台灣 我透過媒體認識到的中國 但我一去中國之後我發現 它沒有我想像中那麼的可怕 因為我標準放太低了 所以我在影片中 我看到什麼 我說什麼 我感覺到什麼 體驗到什麼 我就說什麼 我幹嘛要造假 最有正義的就是我第一天到北京 我上到計程車司機 跟我對話的內容 那司機說 那你們年輕人對於這個兩岸 有什麼樣的看法 那老實說我的心裡就是 喔你們是你們 我們是我們啊 那我怎麼可能這樣跟他講 我怎麼可能啊 欸你們是看影片的人 你們看影片 你們是看影片 用肉眼看 我是人在當下 我是當事人耶 而且我第一天到中國 對於中國想像就是 Oh my Cosme可以談論政治嗎 誰想到我一上車司機 又跟我談政治 我原地是嚇到啊 所以基本上 我能表達我立場的 我已經表達了 我能說的我也說了 但我不可能這樣跟他講啊 所以當那司機說 喔無所謂的 我就說喔 我無所謂生活比較重要 我後面就把他圓回來 喔 所以我想要一個人 來去看看這個中國 到底是長怎樣 我想要自己去了解這個地方 我最後就是圓回來 就是很多人在攻擊我那一句 無所謂 把生活過好比較重要 但你怎麼沒有去 聽到我前面所說的 我很表達我的立場了 我也跟司機很明確地講 台灣大部分的民意 跟你們是不一樣的 你怎麼沒有聽到這幾句 你去攻擊那一句 要幹嘛 幹嘛 我發瘋欸 我是發瘋欸 我知道理性的人很多 I know 這一次影片呢 最主要攻擊我的族群就是 民進黨的支持者 我覺得你眼睛有濾鏡 沒有關係 可是你不可以不講套理啊 姐妹 我跟你講民眾攻擊我就算囉 民眾在那邊hi 在那邊你套上了你的濾鏡 在那邊攻擊我 OK 但是你身為公眾人物 身為意見領袖 要帶頭攻擊我 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這一次呢 中國型兩支影片 有非常多的人拍影片 攻擊我 然後是youtuber 是所謂的influencer 因為攻擊我的真的太多了 我就給大家看 有幾個我認識的 首先台灣呢 就有一個公眾人物 一個女生 她在Track上面發的 鍾明軒是公眾人物 是真的會有年輕粉絲 相信她影片傳達的訊息 中國沒有大家講的那麼恐怖 是可以自由談論政治的 你知道我為什麼傻眼嗎 因為她這一整段內容 就是說 鍾明軒說 鍾明軒表達 中國沒有大家講的那麼恐怖 是可以自由談論政治的 而且沒有發分耶 就是 你知道一個influencer 在對我做什麼事啊 他完全篡改我的發言 你們可以去看那兩支影片 我從頭到尾沒有講過 他說的這句話 他底下的留言 大家都相信他說的話 沒有人去查證那個影片 為什麼我敢這樣子講 因為 如果你有去看過那兩支影片 你就會發現 我從頭到尾沒有認可一秒 講過 中國沒有大家講的那麼恐怖 是可以自由談論政治的 我兩支影片也沒有表達這個立場 唯一有講到就是 在計程車上面那個司機說 啊北京人啊很包容 北京人就愛聊政治 我回他 喔真的啊 我以為在這裡不可以講政治 他是一個對話 我並沒有認可他的回答 而這個小姐 他就是直接 編劇了一套劇本 公開出來 分享給大家 你就知道 在一個人的頭上扣帽子 有多麼的容易 而不查證的人 也是挺多的 還沒結束 後來他又發了一個 我問中明軒 你敢不敢承認 有人因為你上一支影片的誤導 未來入境中國被抓去關 你要不要去救人 負擔身為公眾人物的社會責任 先讓我喝一口水 請問一下我那兩支影片到底誤導什麼 他的這整段發言就是在否定他自己的國家 他否定台灣政府給人民實施的12年義務教育 因為他這整段話就表示 人民是怎麼樣沒有基本獨立思考的能力啊 我不懂我今天去中國 我走在街上 我逛街 我去吃香腸 我去看望里長城 我去北京大學 我去幹紫禁城 我去上來 我去城市走一走 我去星巴克喝一杯咖啡 請問一下這犯了當地的哪一條法 會引起中共的什麼樣的行為 會產生什麼樣的違法行徑 其實我那兩支影片到底誤導了民眾什麼 你們今天去中國是怎樣 要去出書然後出反共的書 還是在那邊大喊中華民國萬歲 還是在那邊故意說我會違反中國法律的事情 你如果做這些事你就是活該被抓 就到底誰沒有基本的獨立思考的能力 我如果只是純traveling 我純旅遊 請問一下是要怎樣被抓去關 基本上每個人旅遊啊 之前啊都會知道當地法律是什麼 就不要違反 新加坡不可以吃口香糖 你在那邊硬要吃 硬要帶路徑 你活該被抓被罰錢 那不就是活該嗎 所以我到底誤導什麼啊 欸不好意思還沒結束 後來我就在我的trash上面 發了一段中國情結語 我不認同我是中國人 我到現在依然認為我是台灣人 但是這並不代表我不可以愛上 中國這塊土地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 結果另外一個influencer在底下留言 基本上他就是說 你愛的那塊土地上有個極權政府 叫做中國共產黨 中共建國後就綁架了那片土地上的所有人 尾端 這些都包括你愛的那片中國土地 這是你實際在愛的中國 因為這些人呢都在網路上帶風向 很多人也不查證 或是有一些人已經對我 本來就是一個討厭的立場 他就是要繼續討厭你 繼續攻擊你 他把他的客觀拿走 不就是論事 你就算討厭我 請你再去看那兩支影片 我這個旅遊到底有什麼樣的問題 最可怕的是 我身邊有一些同志朋友呢 我明顯的感覺出來 因為這兩趟中國行 他們對我的看法有一些改變 群組呢也有點直接不太理我 我後面就開始思考一件事情 很可怕 這個內耗真的可怕 你知道我就在想說 我是不是這趟中國行 我就應該要罵中國 我就應該要討厭這些中國人 我就應該要看到優點不講 我看到缺點我加以放大 我就是應該要告訴大家 中國有多麼可怕 我竟然在想這件事情欸 非常心理世界太可怕了 難怪很多人會得精神病 很多人說 你只是前旅行 你前旅行無法了解整個中國 我就會想說 不好意思 我現在活到24歲 我也沒有百分之百了解台灣欸 我在上傳這兩支影片的時候 我壓根沒想到 會被這些人攻擊 I totally I don't understand 對我來說這就是兩支 旅遊的影片 就是我眾多旅遊影片的那兩支 我在剪輯 我在上傳的時候 我的想法就是長這樣子 而我確實就是前旅行啊 我前旅行 我其實不是政治人物 我其實不是要到 那個地方 開什麼兩岸交流 記者會 每一字每一句 都要re稿 都要對過 都要小心翼翼 我就只是一個旅行 我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非常精雕 嚴格的看到我的每一字每一句 甚至有人說 喔 你這個國際大外宣 你是不是拿了中共的錢 我很想回他啦 如果中共真的給我錢 我可不可以給他收美金 我可不可以給他收美金 我美金銀行存一陣子 我到這換台幣會比較好 我可不可以收美金 那講他什麼話 那照這個邏輯 因為台灣人那麼愛去日本旅遊 喔 剩餘片好好吃 喔 日本街道好美 日本好棒 我要喜歡日本 買到滑雪好讚 這些人是不是也收了日本政府的錢 那再照你這個邏輯 最近有非常多外國YouTuber 到台灣拍影片 韓國的 日本的 歐美的 甚至前陣子 有不少中國人來台灣拍影片旅遊 然後跟大家分享 喔 台灣是一個很漂亮的島嶼 台灣很美 台灣東西很好吃 台灣人很熱情 那照你這個邏輯 這些人是不是也收了台灣政府的錢 為什麼他們看到什麼說出來就可以 而我看到什麼說出來就不行 會不會太嚴格啊 我只想要跟這些空氣我的人說 如果你對網路上的假新聞假訊息 做出本能的反應 會讓你這個人看起來非常廉價 因為這顯示 你有多容易被看似震驚的效果而欺騙 再來 很多人定義這次的我的事件 是叫做被出征 被炎上 那你想一下 換作今天 如果你把自己放在被抵制的位置上 你難道不希望有人在你被推定有罪之前 先聽聽你怎麼說嗎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即使被那麼多人攻擊 我現在依然告訴你 我就是喜歡中華文化 要不然你想怎麼樣 你可以喜歡日本文化 你可以喜歡韓國K-POP文化 我為什麼不可以喜歡中華文化 我用百萬文一點的說法說 如果今天有個中國人來台灣旅遊 他本身的立場是走統一路線 他來台灣旅遊 他可以否認台灣政府所做的一切 他可以討厭台灣政府 他可以不喜歡台灣政府的政策 不喜歡台灣政府的決策 他可以不喜歡台灣政府 但是他依然可以認為 喔 乳酪飯好好吃 欸 站住來雜誌很好喝欸 小蘿蔔好吃喔 九分好美 字幕彈真的很漂亮 喔 台灣人真的很熱情欸 喔 台灣真的很漂亮喔 就是 他依然可以喜歡台灣的文化 這不衝突欸 世界的美景跟人文 本來就不能被政治給定義 這一次這個世界呢 讓我生命變得很豐富 我就在這裡面 就像看了一場電影 你知道我看完這場電影的時候 我的結論是 好噁心 真的是噁心啦 就很多人嘴巴上呢 說我討厭中國 我不喜歡中國 我拒絕用中國的任何東西 你用的手機 你上傳的衣服 你的家電 你的床具 都有可能是沒得你踩到 你生活中就是不可否認 你跟中國脫離不了關係 這時候你可以說 喔 沒有啦 他們東西 也不否認有些東西會好用啊 喔 我分得很清楚 我只討厭他們政府而已 喔 我賺他們的錢 喔 買他們的股票 Business Business 我分得很清楚啦 這樣子分就可以 而我去中國 我到現在 依然對他們政府沒有任何的好感 但是我喜歡中華文化 我喜歡中國的文化 我喜歡中國的風景 我喜歡中國的一些人 這樣就不行 誰才是真正的雙標 這感覺就很像 我們要反對資本主義 我不能成為資本主義下的走狗 我們不能變成資本主義下的努力 但是我在喝星巴克吃麥當勒的時候 我會告訴你 就是雙標 我相信這部影片呢 有人看到現在 也非常憤怒 我要告訴你 請保持這樣的憤怒 因為我需要你的憤怒 這個世界如果沒有低質感的人存在 高質感的人 不會知道他叫做高質感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相信很多人會有憤怒的情緒 很多人迫不及待要罵我 好想讓我死 好想讓我死 親愛的 記不住 因為我需要你這個憤怒的情緒 沒有他 就不會有接的我 沒有你的低質感 我不會知道 我是高質感的人 他 Oh my God 一個人啊 基本上就是活到80歲 你的人生這80年啊 你願不願意真的 就那麼一次 用你的雙腳 真正的走出去 認識這個世界 By yourself Not my business OK 回應中國事件結束 印尼晚上的夜景 好美喔 要 明天要回台灣了 身而為人 還是要工作 耶 我只能說 生來是為了體驗的 我不知道我的體驗什麼時候會結束 但 還活著的時候 就繼續體驗下去啊 要不要 要怎麼樣 這是一個人獨立 印度尼西亞的影片 叫這裡 OK 別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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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